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捆绑释放 跟十六章彼得所领受的权柄相同 上下文特别指着教会纪律 对犯罪之人的判定而言的 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 不应该告到法庭去 而是应该让教会来处理 教会有权柄 做赦免和管教的处置 但是同时这些经文也表明 主赐给教会的权柄 特别是在同心合意的祷告里 当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时 那带出来的权柄 是在灵界征战的得胜 同心合意原文是交响乐的意思 也就是同一个声音 互相同意 意见一致的意思 交响乐团虽然有不同的乐器 但是却能有和谐一致的声音呈现 这就是教会同心合意祷告的图画 主耶稣说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当地上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主说必为他们成全 就是一定成就 奉主的名聚会 主的名就是主自己 奉主的名聚会就是以主为中心 按主的旨意而聚集 按上下文来解释这一节 是指一种聚会 为两个基督徒 因罪而分裂 需要教会调解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节 应用于一切信徒的聚会 是奉主的名 也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两三个人 这次经文提到两人 两三个人的原则 是表明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两三个人 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奉他的名聚会 以他为中心 他就在他们中间 这对于疫情当下的基督徒 有着特别的提醒和意义 在教会不能实体聚会的情形下面 每个家庭应该更看重 家庭祭坛和聚会 教会也应该把大聚会为中心的方式 转变为小小组 两三个人聚会的方式 在很多的带导勇士 支持师不真牧师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祷告支持牧师 所以师不真牧师的讲道 如此有能力又有功效 每当他拿起圣灵的宝剑 圣经时 就有许许多多的人 悔改归向上帝 师不真把他牧会的成功 归因于那一群祷告勇士 他承认 倘若没有这一批肯付时间 付代价 代祷的门徒在背后祷告 他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大的进展 究竟我们花多少时间 为传讲真道的牧师祷告呢 如果每一间教会 都有一个像师不真的教会 那样的发电机 相信每一间教会的光景 必然大不相同 是否为传说真道的牧师祷告呢 感谢观看